无情巨峰伊尔玛肆虐加勒比海地区酿成死伤无数 如今以每小时290公里的超强风速步步逼近美国佛罗里达州 当局已经要求超过560万民众撤离 这项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导致佛州公路出现大堵塞 美国时间星期五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再次呼吁民众紧急撤离家园 前往当局安排的临时庇护中心避难 我们不想任何人在这些路上 我们不想任何人在这些路上 所以我们在这些区域里面的区域里面 如果你不在路上,不要走到路上 我们有避免你的社区 去那些避免 你可以去你的家庭 去那些避免 我们有1,700 FHP人在工作 12-hour航空 我们继续让人们知道 每个人都可以 如何避免 尽管州长发出警告 但还是有部分迈阿密沿海一带的居民认为 已经见惯暴风雨 所以决定留守家园 他们使用木材加固窗户 也添购了足够的必需品 伊尔玛飓风过去两天吹袭加勒比海多个岛屿 至今夺走了至少21条人命 所到之处造成严重破坏 数以万计民众无家可归 美国当局对即将到来的飓风严正以待 N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认真 est jal 与adem服们